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我是弗丽莎 佛罗里达州最近遭受的飓风 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106人死亡 40600人流离失所 救援的工作现在还在持续紧张的展开 人们也都在陆续的得到帮助 那么在这一场损失严重的自然灾害里 很多人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他们几乎拥有的一切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的搞起了阶级斗争 是谁呢 就是那些正在试图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政治化的左派政客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有讲到 说佛罗里达一刮飓风 可给这些人找来一个普及绿色能源新政的好机会 他们就非得把这个飓风跟全球暖化给联系起来 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基本事实 就是飓风跟全球暖化没有任何关系 飓风也不是全球暖化的产物 而是受到地球自转和气压压力差的影响 而形成了旋转的气流 一千年前 那个时候有人知道全球暖化是啥吗 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飓风啊 因为全球暖化产生了飓风 这种说法已经够牵强了 为了要让大家都支持绿色能源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但是左派各个是人才 还有一个人才也要趁着飓风再搞点别的事出来 他就是贺锦丽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公平 那飓风跟公平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说这一次飓风啊 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 一定要公平对待 It is our lowest income communities and our communities of color that are most impacted by these extreme conditions and impacted by issues that are not of their own making And women Absolutely And so we have to address this in a way that is about giving resources based on equity understanding that we fight for equality but we also need to fight for equity understanding not everyone starts out at the same place and if we want people to be in an equal place sometimes we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ose disparities and do that work 你说这贺锦丽不说话 救援部队都不公平了 他们就只救那种有钱的白人 不救没钱的有色人种啊 更何况怎么会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 还有女人受灾最严重呢 这飓风是先做了人口调查才来的 就专门刮那些被左派定义成弱者的那群人吗 事实就是飓风才不管你皮肤什么颜色呢 它才不管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它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它要刮它全都一起刮 跟贺锦丽说的恰巧相反 这次飓风受灾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做Cennavale 这个社区并不是贺锦丽说的那种什么有色人种啊 什么女人啊穷人什么集中的地方 这是个挺有钱的社区 很多有钱的人都住在这里 所以呢 谁有钱没钱 皮肤到底啥颜色 真正在意的这些 是要故意在流离失所人群中 还要坚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左派 而不是飓风 但是真的生生吧 没有用的 现在大家所有的关注点 全部都在救灾上面 如何能让更多人活下来 如何能让获救的人得到更好的照顾 如何要重建社区 这是受灾地区的人每天真的面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人们关注的这些事呢 都是真真实实的发生 而且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不是左派在这个时候 声拉硬拽捏造的一些身份政治问题 左派总是把人的这个关注点给搞错 很多时候呢 他们认为人们一定会关注的东西 恰恰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感兴趣 比如说LGBTQ 最近呢看到很多短视频 都是有一些人呢 做一些街头采访 随即就问街上的人 说你是比较在意LGBTQ的权利啊 还是你比较在意油价 大家无一例外的全部都说油价 因为油价是大家真正在意的问题 而LGBTQ不是 更何况现在处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下 每个人也都感受得到 LGBTQ一直在污染我们的文化 六月份被抢过去 当做他们的什么骄傲乐 他们也擅自乱改彩虹的颜色和意思 他们也正在快速的拓展媒体和娱乐 来宣传 还有强迫人们接受这种精神疾病常态化 那最近上映的一部LGBTQ电影 就充分说明 他们根本就没有他们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受欢迎 在筹划和拍摄的时候呢 这个导演团队以及投资方 大概已经设想了一万次 这个片子会大获成功 但是实际上就是 这个电影一上映就出街了 这个电影叫做Bros 翻声中文 就是哥们 影片介绍说 说这部电影呢 是一部同性恋爱情喜剧片 我看了预告片之后 我都还在一直纠结 要不要分享给你们看 因为有很多观众给我们留言说 你们这个节目里面放的这个片段实在是太辣眼睛啊 那我也 不知道 这个到底算辣眼睛还是不算辣眼睛 因为有一些镜头呢 我觉得的确是挺恶心的 那要不就算了吧 啊 我就不放在节目里面了 为了你们的心脏健康 为了你们的眼睛安全 如果大家要是好奇的话 就自己去上网找一下 网上都有啊 连这个有中文字幕的都有 那么我们讲回来这部电影 这个电影呢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烂片 因为影片中呢 没有什么好事在里面哈 基本上充斥的全部都是色情 骄傲 妒忌 放纵 酒吧 约炮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几乎涵盖了 百分之八十 把人送到地狱的元素 那么这部电影呢 铺接的原因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 没有什么人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 还有故事感兴趣 大部分人呢 也并不认为这种题材是好看的 也不认为它是好笑的 也没有人想要看两个男的在一起亲嘴的画面 环球影业会选择要制片这部电影 也是认为它会有好的票房表现 说白了就是可以借着现在这样一个LGBTQ的风来赚钱 但是呢 在首周上映的周末 一般都是赚最多钱的时候 他们也只赚了四百八十万的票房而已 这个钱在电影行业里面是相当相当相当低的一个数字 但是在本片担任男主角和执行总监的 这个比利·埃西娜 比利·埃什纳 他针对这个票房铺接的回应呢 是说 因为现在的人呢 他都有恐同症 所以他的电影没有那么受到欢迎 这样的想法 现在是社会里面普遍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成绩不好 不怪我 怪你 因为你恐惧同情恋 世界对我们不友好 所以我这一部惊世剧作就没有人能够欣赏 那这一部影片呢 释放出来的这个荼毒价值观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 那当然里面包含了很多LGBTQ一直宣传的爱呀 就是我爱谁都是爱呀 爱不分性别呀 不分年龄啊 等等等等 然后他们爱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们爱的方式就是大半夜 全部挤在昏暗的同性恋酒吧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上半身没穿衣服的男的 随便抓到哪一个都可以亲 随便抓到哪一个都可以带回家发生那种性行为 这就是他们说的爱 那电影里面呢 还有情节是使用手机上现在的那种约会软件 拍裸照给陌生人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也是爱呀 他们还抱怨 说这个关于LGBTQ的这个节日啊 实在是太少了 哪怕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什么骄傲乐 还有什么女同性恋的节日等等 各种各样的节日等等等等 但是他们觉得还不够 因为他们想要成为被世界关注的中心 多人性行为OK啊 而且全部都是陌生人 在影片里面又有情节 演到同性恋的家里 领养小孩 然后一群成年人就在小孩的面前 讨论同性恋的性行为 而且还被小孩同言同语的在那里模仿 那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并不需要你看完整个电影才能够发现 而是在它短短两分多钟的预告片里面 就可以看到的精彩片段 那虽然这部电影呢 现在在美国的影院里面属于是限制级 但是电影的预告片在网上随处可见 甚至这一部电影还很快就要在台湾上映 那大概呢要不了多久之后 这个完整版的影片在网上或许也已经可以找到了 或许 maybe现在就已经有了 那这种东西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一般来讲 人们注意不到它的危害性 一般人看到只是觉得说 哦这电影有病好恶心 我不会看 一般得出来的结论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这种伪装在爱下面的色情电影 现在就是在告诉年轻人 你随便找一个人带回家是正常的 是OK的是可以的 你把你自己的裸照在网上发给一个陌生人 是正常的 多人性行为是先进的 同性恋在小孩面前讨论性行为 这不是在虐待小孩 而是在让他们学会包容 学会爱 这个电影或者说是这种类型的文化 在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 就是做这些事都是可以的 这没什么 就像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蛇 跟夏娃说了同样的话 说你吃的这个果子不一定死 不一定不可以呀 整个社会跟世界垮塌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文化的侵蚀 而不是完全的因为政治人物 我们为什么会爆很多 跟文化价值观相关的新闻 就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 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的产生 都是因为文化的根源出了问题 也都是因为我们的人心没有回转向神 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过我们的生活 Plant Parenthood作为全美国最应该马上关掉的机构之一 一直都是孩子的头号杀手 但是你呢可能不知道 除了杀害这些没有出生的孩子之外 在2019年开始 全美国就有31个州的200多间 Plant Parenthood都开始了为变性的人注射激素治疗 那么现在呢他们不光是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没有出生的小孩里面 他们又把关注点转移到了青春期的孩子身上 Plant Parenthood最近推出了一个动画形式的广告 那么在这个广告里面呢 他们就鼓励孩子啊 性别认知错误是正常的 因为有病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青春期组织剂可以帮助你阻挡你青春期的到来 你不想要第二行政发育吗 来 我们给你打针 所以这种呢 是在你想要变性的时候 一种非常可行的选择 有没有一切切的 Daerian Main Pubert 有病人的那一种 有病人可以帮助你身上了 例如皮膜 换个腰 或是否能够合自己的肌肉 和自己的性格 或是如何自己的性格 或是如何自己的性格 你的性格是真實 你應該要決定 你必須要做什麼事情 要求你的性格 如果你是不正常的 或是非你不正常的 你可能會發現 你的性格不合上 你的性格不合上 或是你自己的性格 或是你自己的性格 那些感覺 可以感到很難 恐怖 很難 如果這樣你 你不在意味道 你不在意味道 有些人可以用來 你不在意味道 They're called puberty blockers, and they work like a stop sign by halting the hormones testosterone and estrogen that cause puberty changes like facial hair growth and periods. Puberty blockers are safe, and can give you more time to figure out what feels right for you, your body, and your gender identity. You don't have to have all of the answers right now. So remember, it's all a work in progress, and it may take time to figure out what feels right to you, but talking to a trusted adult and a nurse or doctor may help. Want to learn more? Go to PlannedParenthood.org slash teens. From this point, PlannedParenthood, it's not just for a law or rights to exist, it's the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 PlannedParenthood. It's the purpose of the existence of PlannedParenthood, it's to kill people, it's to let us have a few years to cut them into their body. This is PlannedParenthood's real meaning. So now, the election is 30 more days of time. Many people are also for this election in a禁食祷告. That in the election, there are many for the things that we will see in the election. There are also many for the election, many people who don't even know who we are aware of. We will see many for the people who don't know who we are, they will have a few people. 票上出现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到底要怎么办 好 那想要投票呢 就必须要先注册选民 那查看我们下面的新西兰还有留言区 已经把注册选民的网址给大家放在那里了 是加州的 是中文的页面 点进去之后呢 输入信息来注册成为选民 要注意的是呢 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投票哦 如果你是绿卡的话是不可以的 那注册选民要在10月24号之前完成 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期节目 但是你还没有注册选民的话 你就赶快去注册吧 那注册选民之后呢 你就可以耐心的等待你的选票被寄来了 那么收到邮寄选票之后呢 要妥善的保存 以防被他人拿走冒名使用 也不要使用这个邮寄选票啊 鼓励你在当天去现场投票 那么因为这个选区划分的关系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说 我自己到底在哪一个选区呀 代表我的议员到底是谁呀 而且这个是在2020年之后 选区又重新划分了 这就让很多人更加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 而且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我们不光要选那些比较大的官 像这个联邦啊 还有加州的众议员参议员 这些比较大的官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职位 都要来参加选举 而且每一个不同的地区 都会有不一样的职位 出现在你的选票上面 有一些人呢现在已经收到了他的sample ballot 但是有的人还没有收到 那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呢 在下面还是有一个网址 我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来登录这个网站 就可以提前预览你的选票 只要呢点进去这个网址 然后呢输入你家的地址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选票上都有哪些人 都有哪些职位要你来投票 那我今天呢就用一个南加州哈 West Covina的地址 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那么要注意的是呢 各个选区的划分相对来讲是比较乱的 并不是同一个城市的选票 就长得一模一样 就比如说呢 我跟Ethan 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都是West Covina 但是呢我们选票上面的选区 还有候选人就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家呢是住在城市的比较北边 那我的区域就算是加州参议院的22区 那Ethan家呢住在比较南边 所以他们家呢就是加州参议院的30区 所以加州的参议员 我可以投给的就是温森蔡 他可以投给的就是Mitch Clements 所以呢并不是只要住在一个城市里面 你就都可以投给同一个人啊 好那接着我们来回到这个网站 你输入地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那这个页面上面就显示了 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选票 这个上面写的是11月8号2022年 这个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 然后你用鼠标点击 把这个页面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根据你的住址显示出来的 今年中期选举的选票模板 那最一开始呢出现的是今年要投的法案 好那我们再接着来往下翻 你就会看到说各个职位的候选人 那排在前面的呢都是官比较大的 像是加州的controller 联邦的众议员参议员 州长副州长这些职位 那这些都是比较简单来投票的 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的Eric Ching 秦政国 还有我们的那个Mike Cagall 他们出现的位置都会在选票比较上面的位置 而且这个简单的原因也是因为说民主党跟共和党 这基本上就是只有民主党跟共和党 两个候选人里面选一个 那在这里呢再推荐给大家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特别有意思 你上学了之后呢就可以查看 这些候选人的指标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民主党人 他旁边有个标识 说他左他到底左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老妖婆佩洛西 他在这个上面给他的评分 就是verified liberal 那是根据什么评的呢 你看左边有打对号的小框 那就是根据他的投票记录 以及给他背书的人 还有单位 以及他的资金来源来测评的 那这些呢 是这个网站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 所以这个网站就根据这一些信息 来证明他是一个完全自由派的人 那除了佩洛西之外呢 加州还有非常多的verified liberal 如果我不看这个网站 我都忘了这些人都是加州出来的 比如像是Eric Swalwell 就是那个跟中国间谍方方 有不正当关系的那个人 还有什么Judy Chu啊 Ted Liu啊 这些都是有投票记录 而且是被证实 他们是完全左派的 那在加州所有的这些左派的议员里面 唯一有一个记录破表的人 Maxime Waters 他是唯一一个记录破表的 far left 极左 那当然呢这个网站呢也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粗糙的参考啊 如果一个人他曾经担任过这种公职 有投票记录的话 那么得出的结论还是相对比较可靠一些 那有的呢只是根据背书和金钱来源的这个方面看 那也并不一定是特别准确 所以有一些对于共和党人的评分呢 我并不是特别认同 但是网站上大体上你可以看一个大概 看这个人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好 那相对这些比较大的官来说呢 这些投票都是比较容易选择的 但是在选票上面会有很多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顾及到的职位和人 比如说像是我的这个选票上面出现的竞选的职务 这个叫Las Virginis市政水务区第三区 这两个候选人呢 在Bellopedia上面都是没有照片 两个人呢也都是无党派 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要怎么选呢 那不光这一个再往下还有别的呢 洛杉矶县高等法院的法官 118号办公室 这个职位很重要诶 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那你看这两个候选人 两个人都是女的都是无党派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说我看谁顺眼我就投谁 那遇到这种时候怎么办 这个真的就是需要每个人大家自己去做功课了 不要指望某一个机构会出非常完整的投票指南 如果要出的话那出的都是那些涵盖面很广的职务 像是这种比较local的这种功课呢 其实都是要自己来做 所以我们就拿这两个人来举个例子 那看到这两个不认识的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你要找一个电脑 在浏览器上面你就把这个人的名字输进去 去他的竞选网站看他的endorsements 就是看看都有谁给他背书了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叫Melissa Hammond 放在最上面的 你见到他这个网站里面 你会看到最上面给他背书的是谁 洛杉矶时报 这一看就已经不太靠谱 那再往旁边一看 还有谁呢 一个熟悉的朋友 加州49区的众议员方树强麦克风先生 也给他背书了 那你再往下看 一看背书的组织还有什么呀 都是什么民主党俱乐部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不会再继续看下去了 那接下来就是来查他的对手 还是输出他的名字 到他的竞选网站上 去看看都有谁给他背书 哇 这个人呢 背书的机构更加夸张 所以这就是说 告诉我们不要看脸投票 不要以为亚裔好像就比较保守一些 你看给他背书的都是什么组织啊 什么洛杉矶进步组织啊 美国民主党社会主义组织啊 还有什么生物多样化中心呢 这个大概就是支持什么变性之类的东西吧 我猜 还有什么年轻黑人民主党啊 都是这样的组织 所以这样看来呢 这人他不仅是一个左派 而且还是非常激进的左派 那如果这两个候选人都是如此的话 可能是一个左 另外一个更左 那这样到底要怎么选呢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可以在下面留言区打出来 那要是我的话呢 可能到最后针对这一个职位 我做出的选择应该就是不投票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投 那如果大家要是看了这个候选人 说你看他背书的机构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在网上查更多资料 只要你把这个人的名字打到Google里面 你就稍微一查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政治倾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那这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准备的功课 花上一些时间去查一下 这些不认识的候选人 了解他们之后再做出决定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